陈布雷大传 作者 王太栋 第五十二节 陈布雷又蒙隐退之念 自1936年12月12日起至1937年5 六月间 西安事变以及为蒋介石编 西安半月季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主要工作 从陈布雷这一时期日记中可以看出 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的信任 也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蒋介石夫妇的忠诚 真是修妻与共 生死相依 但是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局面 使陈布雷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 以至五 六月间又蒙生了隐退之念 另外有一点很大的变化是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要适应全民抗日的潮流 让外陈仙安内的政策似乎已不能再继续了 国共合作 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已经形成 蒋介石和陈布雷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 民兴不可为也 这位七七事变后 陈布雷为蒋介石 起草一系列有关慷慨激昂的抗战文告 打下了思想基础 从1936年11月11日和12日两天日记中 完全可以看出陈布雷处事的人生哲学 陈布雷与陈诚一向关系较好 他与陈诚互相交换意见中劝说陈诚 十一日 今日陈慈修均离落回汗 临行走别 愚望有珍规 竟蒙采纳笔言 疏感其虚中纳言之雅 慈修勤劳刻苦 律及谨言 欲是负责 却为值得敬佩之人 唯唯元长信任济专 各方不免注目 慈修既于当事之眼啊 亦更奋力激发 愿挺身而分进愿棒 于故婉言归之 为将来 正有非常重任戴君 来担当 遗烧意纵衡衡扬一之热情 保留为来日之用 若丰棱太禄 徒昭不必要之愿由 亦非所以善尽此才之道也 慈修出颇不已然 既乃汉齐首 十一月十二日 有一个和性之交 与陈布雷常谈 陈布雷记 无所不说 最后谈及人生观 与处世哲学 及伦理观念 余曰 对己淡薄 对事负责 为人热心 持此十二字 终身行之可也 十二月十二日 发生了西安事变 陈布雷在十二月十二日记 午后 呼接果夫先生电话 云西安有兵变 心急不安 使之张学良等 竟以兵力劫持借攻击中央各军政长官 而发出通电 要求改组国民政府 停止一切内战等 如此其变 真出乎意料之外 身为侍从人员 是在后方 未能患难与共 此心何以自安 十二月十三日日记中又记 归家午餐 心中悲愤忧疾 且已事前不及觉察 坚决劝谏 因为重大失职 亦感难过 遂不复能下宴 陈布雷马上去找蒋夫人 坐短监问借攻起居 拖端纳军携闪面城 并与夫人孔先生谈 之后 几乎每天去见宋美玲 十二月十六日记 忧愤悲痛 交思无策 至六时 往访力兄于其遇 相对太息 绝国事 自此荆棘日多矣 晚餐也不能时 十二月十九日记 闻蒋夫人江飞洛阳 即往孔宅访之 悬至机场 则蒋夫人临时终止西行 由子文先飞闪 遂宋子文上击 郑重握手而别 二十萨芬归遇 凯念时局忧心忡忡 四十天下雪 见大 往佛海家 于景堂 茂如 君强诸兄谈时局 五十萨芬归 蒋夫人约往谈 多份凯语 吉利侍卫之 这里的宋美玲 多份凯 与当指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 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二日 宋美玲飞闪 陈布雷在日记中计 闻蒋夫人 今日绝赴西安 日前屡屡建祖 然其意甚间 不可复旨 奈何奈何 时时至通计 门外机场送行 同行者子文 明三诸君 与农一息行 十一时事机起飞后乃归 感痛泪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 十一时 萨芬急往通计门外机场营委员长 此时以下机 向余点手 主机至公馆相谈 遂回军委会入官邸敬夜 见其面容憔悴 睡床上平促呼鼓痛不已 余屈前握手 几乎泪下 命于旧旁坐 口述再闪对张扬讯话要旨 十二月二十七日日记 八十萨芬到军委会室从事 两次入见委员长成命发 岳川各宜店晚餐后又闻蒋介青先生金武逝世 与蒋夫人伤不令委员长吱吱 连日来 陈布雷见蒋介石和宋美玲 不但承办歌事 而且连蒋介石大哥蒋介青死了之事 也敢暂不告蒋介石 可见蒋臣之间关系之密切 一九三七年一月 蒋介石去西口养伤 带着陈布雷去 陈仍日夜与蒋在一起 蒋介石并将蒙难日记 交给陈布雷看 例如一月七日日记中 夜叙月委员掌蒙难期内 日记不绝夜深 摘记其每日自省自立之格言余下 十二日 成人取义 十三日 生而辱不如死而容 十四日 明里一只廉耻 今日信门无负 十五日 以至暂至亲之痛苦 得永久之胜利 十六日 人生几何 为为流正气在人间耳 十七日 读圣贤书 受圣明礼 此时不恕万世之楷模 何以对生我知天地父母 十八日 临难无苟免 树不愧为皇帝子孙 十九日 顶祸在前 刀俱在后 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 二十日 无赡养无浩然之气 二十一日 其为弃也 至大至刚 二十二日 其为弃也 取一语道 无事哪也 是即一所生者 非一席而取之也 惊人奇怪者 陈布雷路蒋介石 蒙难之经过 日记中 以记名路必绝张 著 学良 知清乎 阳 著 虎成 知阴狠 一月十四日日记中 还记上蒋介石 招子文 张学良 陈布雷等同参 于语之 著 对张学良 一点手 急绝扭泥 不知比心中感觉 又何如耳 但是陈布雷心中仍很矛盾和痛苦 他在一月二十一日 日记又发作起来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想不通的人这样多呢 又为什么要勉强一个已经看透一切 而害神经过敏的人 来赶此痛苦呢 烦闷之至 无畏之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中记 已见我近日太皮顿眼 蒋夫人来谈 对于多级绵语 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记 由于蒋氏夫妇同游慈北一世 过龙山渝恰清老之故乡 又过沈氏桥 而达关海位 愉愧为慈禧人 而到慈禧北乡 上市生平第一次也 二月三日日记记 西安卓发生兵变 王以哲被害 这时已奉命写 西安半日记 至杭州 二月十日日记记 以今日为旧历除夕 外人商店放假 多来行游览也 乃决定移育于新兴旅馆 午后小睡至三时起 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 至夜九时 仅成三夜 于义卷于纸笔岁中等 二月十一日 继续起草西安半月记 至九时完成 全稿一万二千言 余文字近年来 时不如二十余岁 时之紧练简禁 但西安半日记 二月十一日完稿 二月十三日讲解 使命修改 二月十四日修改完毕 二月十五日又修改 二月十八日日记中 陈布雷 你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广播稿又发作 此等文字工作 罪易落苛旧 用思甚苦 陈布雷身体 也支持不住 二月二十三日日记中云 十二时面 请蒋先生给病假两天 以连日食感精神太倦也 蒋先生似不愿于请假 免之 过了二天 二月二十六日头晕仍惧 且鼓痛未已 然假期已满 不愿再续 二月二十八日 夜因蒋先生照商半月记文字 并有所指示 时时归欲 绝眩晕未已 大概 陈布雷身心确实疲惫之至 有蒙隐退之念 四月九日日记中明载 今日神思忽忽不乐 有蒙隐退之念 盖世从事环境特殊 于来此二年于对国事弃无深切之情 彼等待人均报近而远之之态度 而予与彼等 异常觉格格不相入 待大多数人言不及义 私不及义 为之以窃教权力为集物 稍便则九十争竹 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 于虽意志相从 推成相语 然争竹即非所喜 随何亦不能无限度 故中不能相谁如也 这时陈不雷又随蒋介石到了西口 蒋经国也回到西口了 蒋介卿要出丧 陈不雷为蒋介石写记凶文 4月15日 蒋介卿出病后 4月18日又随蒋介石复航 4月22日记又露出退役 云 午后无事再遇 与允莫商进退问题 波斯四委员长并遇 摆脱是从事职务 以既管理不善 即应引咎 而让贤也 4月24日日记中记 于连日心情不佳 幸而滞留杭州 尚可不发神经病 此种痛苦 非同病者不能知也 并笑定西安事变半月记 与回忆录之文字 奇怪得很 从一月 写西安半月记已完稿 到四月还在教改 心中一直想隐退 5月1日日记中又记 十一时到大哥家午餐 与大姐等谈家常 近日 与心境不舒畅 坐立行止 绝一无是处 5月5日日记中记四弟来谈 决心中苦闷时甚 在兄弟之前又欲稍露辞色 5月6日于是又请病假五天 5月7日日记中提到 知有采访对于知健康个性 与工作困难问题 均已无法解决 5月12日日记中 记得更明白 抑郁焦躁之病态 又显露无疑 傍晚五妹窃息而来欲相识 劝于决心隐退 陈布雷在5月22日日记中最后讲明 午后又是为文字工作 乃今不能下笔 苦闷之至 焦急之至 于病实服于西安事便时透之 精神太过 今乃绝之 可是西安半月记还要改 5月23日日记中记 七十萨分起 赴月西安事便回忆录 将文中与一知不妥者 标出修改之 得十八条 5月26日日记中又云 今日精神又不佳 心思极不宁 不思饮食 即只焉一绝无味 六地来谈劝与往互上休息 以为教之 折居金玉当圣一筹 然与自知 此即非议的所能抽 须待其自欲也 5月27日日记 午后立子先生来谈慎酒 以静心成律相劝 至其一中不能行 奈何奈何 今日绝彷徨更甚 5月29日日记中记 自古岭来电话 西安半月记暂缓发售 夜心绪不佳 5月30日记 午后电委员长 商西安半月记事 仍请及早指定 一发售之阙期 说来十分奇怪 这本仅1.2万字的 西安半月记写 就不过一二天 而出版一拖四个多月 而陈布雷心理状态极复杂 不断出现隐退之念 又有难言之隐 内心痛苦与矛盾 跃然于纸上 第53节 在病痛和苦痛中 绝技随讲抗日 陈布雷跟上蒋介石 有21年时间 前十年开始 是作为客亲身份 从1934年开始 作为侍从事主任 可谓形影不离 但是这21年中 最为重要的是 抗战八年 从南京而武汉 1938年下半年起 武汉失陷 就随是蒋介石到重庆 一直到抗战胜利 1937年初 到1937年 七七抗战爆发 西安事变刚刚结束 蒋介石被逼抗日 蒋介石和其所属部队 在正面战场 却抗击过日寇 特别是抗战初期 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 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 全国人民同仇敌忾 抗击日寇 陈布雷这人 确实也是爱国的 所以 在他为蒋介石所撰写的文告中 抗日热情 奔泄千里 也使蒋介石 成为世界主目 和全国军民拥戴的 抗战领袖 1937年的6月1日 陈布雷在日记中有记载云 于自四月初弃经 身心骄病 已近两月 当去年西安事变发生 家人 即以于工作太劳为优 乃自委员长游落到冬后 寿命至事 较钱加烦 而并不感觉特别疲劳 待当时神经兴奋 他弑君不遑继而 此次突然颓丧 且恢复如此之难 均出异计之外 经济发现非常贫血 急应针对此证而下救治 连日注射药剂 肆意渐渐生效 听其自然 唯当忍耐持久 已关其后 盖摆脱既不可能 即当评除杂念 听其自然 或叫有意 这段日记 披露了陈布雷的身体 确实病得不轻 但摆脱既不可能 即当评除杂念 听其自然语 当不仅止病身 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 因为 他对蒋介石之欲之恩 念念不忘 所以报病从政 何以见得 6月3日日记中有记 自萨日起 病体四嫌有进步 血色转合 精神一佳 乃最近二三天又转裂 五病较甚 亦续甚恶 休假已久 何能再续 心烦不止 但是他在妻子王允末帮助下继续摘剪报纸上之材料 自成九十至五后五十十将三 四 五三个月之旧报整理幣 再为归类年存于参考册内 所减存者大底为 一 掩瓷 二 药店 三 经济建设事项 四 国民大会事项 五 中国问题 六 英美中心之国际关系 七 得意轴心之国际关系 八 灾况等等 工作是够心情的 夜街学术 韩迪浪韩附下委员长首韩一件 全权项念 真不知何以报之 蒋介石一指手指 陈不雷怀何以报之之心 于是又报博平除杂念 奋身相从了 陈不雷当时是在杭州休养 六月五日 陈立夫去看望他 六月五日日记有记载 十一时 立夫来谈 徐宇病状 妾眷绝对静养 勿迎心于外物之变迁 为烦恼何人皆有 跪在扇子排遣 我等既无特殊嗜好之娱乐 则应别求心思之寄托之所 或思索真理 或研究问题 均可使当前饶我心取之烦恼 暂时退避 因数比近年竭力阐明 为生哲学者 成之不免健忘 然一痛苦中 强自排遣之一方法 劝与一座而行之 并恕其对于建立民生哲学之理想 谈约二小时而去 皆千夫函 以语以圣经上之二语 为 Pisicine Unto Falling Thick Mild Jewick Let IE TCE Ocrate 六月六日 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下 接古灵委员长来殿 赋于支殿 竹令安心静养 祭感其意 亦父自愧 待于之大病 即在不能心安之四字 美思克制 而不久即固态赴盟 行年五十 待将以悔令中其身耳 可悲可叹 六月八二日记载 午后疲惫抑郁 坐立不安 苦痛之至 云莫以为 不可使蒋先生 久待 乃由莫涵蒋夫人 告不能及行之故 陈布雷在修养中 思想翻来覆去 斗争十分激烈 也十分痛苦 然其对救国之法 却极关心 六月九日 他接待裴复衡 继下裴军 近两年专心办学 极肯用真实功夫 为于谈起办学之心得及对现实教育之意见 有极紧切重肯者 如为目前第一 需要再训练各种技术人才 从此着手 而从实质上 将国家现代化 则理论左右之争 绝不值得重视 而将自然消灭也 此语真有见地 陈布雷非常赞赏科技救国的做法 对于政治上之纷扰 内心是反感的 而他的大哥 四弟 也一再劝其继续修养 如六月十日日记中继 九时 千夫先生来访 千劝于以身体为重 因立下决心 请一觉长期之休假 不宜英雄忍耐 以自遗物 彼此次皆两寒之病状如此 急不安 顾特尤护来金砖为此事 向余切劝 并袭来大哥 亦含有第一直告戒功 请三个月之病假 方式疗养办法 若带病苦干 真是与生命相搏 绝非戒功所带地之意 戒功若知地真病如此 必不相强也之语 手足朋友之关切 书令于感动 六月十一日日记中载 接四弟来信 劝于向委员长 直辰病况 请假二三月 一地疗养 其全权想念之情 欲言又止之意 充益于自理行间 妩媚意涵允墨 寻于病状 骨肉关切至此 而于中无法以为 陈布雷在杭州 因病体和工作之苦 正在矛盾中 而蒋介石 已派他任 卢山训练团之团赴了 六月十二日日记中载 卢擦某及嫌自古领来 携来学宿函 及铁城 辞修各宜殿 至于 被派为第一期训练团 团赴 又携来蒋夫人 所赠之回忆录英文本一册 蒋夫人 并有赋予莫寒 主于安心静养 勿积及去骨 其位委员长 已知于病中之情况 绝可向量云云 午后小睡一小时 读回忆录之英文本 描写生动 理智清晰 自视家住 然措辞 有太极之处 对西安事变中 军政当局 采取严峻政策 不无指责过当 是其次病儿 可见宋美龄 对西安事变中某些人 是有很大看法的 且公诸于众 不过 陈布雷却认为是 指责过当 陈布雷 还是准备上庐山 6月19日日记中继 晨六时醒 忽然杂念分歧 绝非急去古岭不可 百计镇静 不能入睡 七十十五分 皆学术来含 未于病带由忧患所致 未根本治疗 一 唯有积极兴奋 二 则决然隐退 如两者均不可能 则将始至终之为忧患所困 而不能自拔已 其言即不确当 即腹笔一含 告一检验后之病状 以山中是凡 你即伏病来骨 进退问题 当四属其中了后考虑之 今日精神 即苦闷即彷徨 忽忽若有所亡 又郁闷难忍 如此下去 真诚心即已 奈何奈何 但是陈布雷毕竟是爱国的 他对日本之野心 表示极大之关注 与警惕 六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载 月报载禁卫内阁 将对川越茂归任 新训令 仍以广田三原则为出发点 先谋中日间为悬案之解决 将先从易解决者 如某项交通问题 即华北经济开发着手云云 各报登此消息 均不免作悲观之猜测 以余观之 代为日方事前一种试探 古略放此项消息 自西安事变结束后 日方高唱对华欣认识 而实际则为静观主义 静观者何 急欲去我之戏 而蒙以成之也 国人一面苟安 一面虚切 乃竟以为 日本将自动转换方向 此本乐观太甚 以其又有今日之悲观以一 陈布雷是7月2日 登上三北公司轮船 下午一时抵九江 7月3日上山的 7月7日参加训练团 第二总队升旗典礼 还做了精神讲话 提为我们受训后 如何达成救国建国之任务 他在当天日记中继下 参加听讲者 约1084人 7月8日记下 接王外长电话 昨晚我卢沟桥驻军 突被日军进西云云 即报告委员长 第54节 庐山谈话会 最后关头 陈布雷给蒋介石编了 西安半月季后 又生了病 就在杭州休养 邪夫人王允末游览湖山 心境稍稍宽宜 但是接到第二处内人员的来函 告以人事轻压之情 心里又不痛快起来 5月20日回到南京 续假休养 6月中旬 蒋介石在接见陈布雷时说 布雷先生 你为我写的 西安半月季 很好 国外都有灯载的 史人明了事实真相 夫人也很满意 问你去庐山 你在七月里 也来庐山吧 庐山要举行一个学术界名流的谈话会 谈话会不设秘书处 由中正会政府秘书长张群 曾仲明负责 你不必劳心 你一定要去的 也可以带夫人去 顺便可以避暑 修养 陈布雷是7月3日上庐山的 他住在古岭路54号 隔壁就是谈话会的招待所 来访他的客人经常满座 蒋介石住在古岭路12号 陈布雷首先去规见 蒋介石说 布雷先生 你来了 很好 好好休养 顺便可以为我撰写文章 蒋介石在腾椅上端坐着 忽然叹了一口气说 周恩来在六月里一个晚上来见过我 我同意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 叫他们在华北集敌后打击日寇 说到这里 他宁思着 周恩来是个人才啊 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可惜 可惜 不能为我所用 陈布雷过去是听说过这个传奇人物的 这次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林博渠 秦邦县等秘密到了南京 准备商议国共合作抗日事宜 传说中 周恩来那雍容 大方 睿智的政治家风度 颇使陈布雷折服 陈布雷很想一清州的风采 参加庐山谈话会的来宾和陪克 一共有230人 来宾都以个人的身份出席 不代表党派 团体 大多都是知识界 工商界的名流 如胡适 黄延培 蒋梦林 范寿康 金亨宜 张柏林 张祁云 陈元 杜仲远 王云生 王云武 陆沸奎 洪生 潘公斩 陈仓 陈仓波 于洽青 刘洪生 范絮 布置 对汪精卫 对汪精卫这个人有很矛盾的看法 他对汪的如黄之舌和生花之笔有点欣赏 可是对其人品总有点反感 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其京城团结共赴国难 什么自918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努力不懈 全国知识界产业界有利分子也是共本此心 对于国家危急 只一设法挽救 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易破坏 对于政府所处的困难 加以体谅 予以辅助 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 危急情况更加严重 根本办法仍是京城团结 将全国的心力物力融成一片 抗日战争时期的周恩来 17日上午举行第二次谈话 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 他也承认人家处心积虑的谋 我意及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这些话 都是陈布雷给他出的主意 蒋介石这次发言 颇得名流赞赏 因为他不像过去那样 也不像汪精卫那样 讲得模模糊糊 不死不活了 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的东四省诗县 已有六年之久 祭之以唐姑协定 现在冲突地点 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 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 我们五百年孤独的北平 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 若变成昔日的沈阳 今日既查 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 若变成沈阳 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 蒋介石也讲到 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 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那时候 只有拼民族的性命 求最后的胜利 季佑宣称 如果战端一开 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 皆有首土抗战之责任 这次谈话 于十九日以最后关头 为提公开发表 为国内外舆论所重视 蒋介石讲完话便回南京去了 陈布雷留在庐山 第二期谈话会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开幕的 陈布雷再也待不住了 带着王允墨回到南京 陈布雷对王允墨说 战事将不可避免 你还是回乡下去吧 我可以追随蒋公专心办公 八月初 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告官兵书六七件 陈布雷深觉脑力不济 特别是写 告空军将士书 虽然只有两千余语 竟花了十六个小时才写成 他自知战争既起 绝难胜此重任 乃上乘起辞 蒋介石留志不报 陈布雷再上书 请辞名义 仍留共笔杂之意 蒋介石说 布雷先生 你身体不好 我知道 这样吧 我叫周佛海来任副主任 做你的助手 把李维果 也调入侍从事二处 军委会在扩大编制 设秘书厅 张岳君任秘书长 你任副秘书长 把陈之亭也调来 另设第一至第六部 分掌军令 军政 经济 政略 宣传 祖训等事宜 接着是813松户抗战 815日基首次袭经 侍从事二处搬至山西路民房 后来干脆搬至富贵山 陈布雷每日上午到处办公 午餐即在办公处时之 下午四时才回家 中央政治会议暂停 改为国防最高会议 每星期开两次会 陈布雷被蒋介石指定参加 8月15日 狄基首次袭南京 侍从事第二处出签山西路令民房办公 后议种种不变 牵制富贵山 陈布雷每日上午至处 下午四时回遇 午餐即在办公处时之 不常回遇 中央政治会议暂停 改为国防最高会议 党政各部军参加 每星期开会两次 陈布雷被指定参加 9月 中共发表 共赴国难宣言 月三日 蒋介石发表谈话 望其遵从三民主义 信守诺言 一致为抗战而努力 陈布雷说 此一谈话稿于发表之前 宋汪 京卫 戴 祭陶 于 又任 居 政 孔 祥悉之 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之目的 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总理曾说明 三民主义 为救国主义 其希望全国国民 一致为挽救国家威王 而奋斗 不幸十年以来 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 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 对于民族危机 亦无深刻之认识 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 遭受不少之阻碍 国力故应之消耗 人民亦饱受牺牲 罪令外伍日深 国家一驱危殆 此数年间 中央政府 无日不以精诚团结 共赴国难相号召 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 一军以民族利益为重 放弃意见 而共趋于一致 足证国民今日 皆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 王则俱王之意义 闲任整个民族之利害 中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 利害之上也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 其为民族意识 战胜一切之利证 宣言中所举诸相 如放弃暴动政策 与赤化运动 取消苏区与红军 皆为集中力量 九亡欲武之必要条件 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 及决议案相合 而其宣称 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更足证明 中国今日 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予以为无人革命 所争者 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建 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 在存亡危机之秋 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而当时全国国民彻底更使 力图团结 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今日凡为中国国民 但能信奉三民主义 而努力救国者 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 而闲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 对于任何派别 只要诚意救国 愿在国民革命抗敌欲武旗帜之下 共同奋斗者 政府无不开诚接纳 闲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 而一致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 即捐弃成建 确认国家独立统一 与民族利益之重要 无人唯望其真诚一致 实践其宣言所举之朱点 更望其在欲武旧王统一指挥之下 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 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 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总之 中国立国原则 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 此为无可动摇 无可一意者 中国民族 既以一致觉醒 绝对团结 自闭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 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 自卫自助 以抵抗暴敌 挽救威王 中国不但为保障 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战 亦为保持世界和平 与国际信义而奋斗 世界明达之事 必能深切了解之也 第55节 关于日本帝国之花 南造云子 某次蒋介石事件 与陈布雷在南京陷落之前 被称为日本帝国之花 南造云子 就在南京进行了间谍活动 收买了行政院主任秘书 黄俊和黄之子黄胜 外交部副科长 窃取了机密情报 并遇某次蒋介石 为什么会牵涉到陈布雷 因为南京宪兵司令部侦察中发现 此情报来源于最高国防会议参加者 而陈布雷和黄俊是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成员 被排查时 陈布雷是被排除在外的 因为他的为人亲政 与外界接触极少 而黄俊则生活腐化 与外界特别是日本人素有往来 所以锁定了黄俊 南造云子 是与川岛芳子齐名的女间谍 所不同的是 川岛芳子本是中国人 在日本养大 而南造云子则是日本人 1926年 南造云子17岁即被派往大连 从事间谍活动 1929年即被帝国情报部门 从大连调到南京 化名廖雅全 以失学青年学生未掩护 混入国民党国防部招待所 汤山镇温泉招待所做招待员 以肉体和金钱 将生活糜烂之黄俊 父子两人收买为其服务 南造云子第一件窃取的重要机密 是无松口炮台情报 炮卫设置 炮兵分布 机密地道 甚至七十座明暗保布置的重要军事机密 都被窃取 第二件重要机密情爆救了在长江中的日军兵舰 1937年7月28日 日期四有误 因陈布雷参加重要会议日记中都有记载 日记中未载 蒋介石在中山陵孝炉主持最高国防会议 陈布雷和黄俊参加了 会议中决定再将因水域沉船堵塞航 再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载断 祖长江上游日海军和商船逃出长江口 黄俊将这一绝密情报交给南造云子 南极速将情报交日本大使馆五官中村少将 由他直接密电告东京 8月6日 7日两天 日舰和日轮在江音要塞尚未封锁之前冲过 日本侨民也随传撤离 第三件急密情报 是蒋介石 遇成8月25日英国大使许格森之小汽车赴上海视察上海战事 因为当时日本屡预谋刺蒋介石 蒋介石之行踪被密切关注 而英国还与日本有外交关系 许格森大使是去上海会兼日本驻华大使穿越的 英国大使汽车有英国旗号标志 日记是不会轰炸的 可是这一消息也被黄俊告诉给南造云子 而8月26日蒋介石有失未去 许格森的汽车至嘉定地区沪宁路上遭到日姬轮番追击 汽车被打翻 许格森大使受重伤 干部重担 事件发生后 举世哗然 陈布雷在8月27日日记中有记 十一时萨芬到林园叶委员长 承命拟致许格森大使慰问寒 已许大使在金户道上被日姬炸伤慎中也 连续几次最高军事会议泄密 蒋介石意识到有日本间谍打入了中枢部门 密令南京宪兵司令古正伦秘密调查内部 排查分析 陈布雷无此可能 而锁定了黄俊 古正伦又策反了黄俊家的女佣莲花 令她监视黄的行动 使之黄俊司机从中传递情报 于是特工监视了黄的司机 并且获得了日本大使馆给黄俊的指令 古正伦得报告 立即报告蒋介石 蒋集下令秘密逮捕黄俊一伙间谍 审讯中 黄俊对其罪行供认不讳 经军事法庭审判 以卖国罪判处黄俊父子死刑 公开处决 判处南造云子无期徒刑等 几个月后 日军进攻南京 南造云子又以肉体征服看守 逃出监狱 日军侵占南京后 南造云子又收买国民党中统派往南京的特务 1942年4月 军统特工潜入南京 当南造云子驾车外出时 三名军统特工三枪齐发 江南打死 南当时是33岁 陈布雷日记中 对此经过当然是知道的 但在日记中并未详载 可能这也涉及机密 况与其本人无关 这里插序一截 已表示 日本早有侵略之野心和计划 国民党方面还是有原则的 卖国者言成 对日本间谍也必欲除之 第56节 南京撤出前 陈布雷的优粉 47岁的陈布雷 陈布雷在1937年下半年 于南京撤离之前 主要还是关于抗战事 为蒋介石草拟文告 他也密切关注国际动向 如1937年8月31日日记中继 月报之中疏忽不清犯 约已于昨日正式公布 特别令人奇怪的他 还很注意自己的修养 如8月31日日记后摘录置心之药 去撕心而后可以置公事 平几件而后可以听人言 胸中摆脱一练字 便十分爽静 十分自在 念头昏散时 要之提醒 念头吃紧时 要之放下 久世则熟字不识 住世则静物皆动 乃之虚仪者乱真知 过思者迷正律 先是徘徊 后是傲恨约淫思 游心千里 其律百端约福思 事无可疑 当断不断约火 思事不及 以为他人忧极忘礼 无可奈何 当罢不罢约徒思 日用职业本分功夫 朝为木徒 妻无粘废约本思 居心不敬 动辄疑人 人自无心 我徒烦扰 身有定业 日有定悟 莫则即今日之所行 思则即今日之所逝 树心有着着落 以往是不追思 未来是不影响 现在是物流念 是为这儿多方逆意则神伤 是以贯多方懊恼则气伤 求贼神器莫此为甚 改过之人 如天气心情一般 自家故事然 人见之意 分外可喜 六月一日又路 寡思律已养神 静言于已养气 便不如那 茶不如捉 洞不如镜 忙不如闲 纷扰故逆智之场 而枯寂亦搞心之地 若枯寂其行 纷扰其内 非病则狂 甚待甚矣 幽情是美德 太苦 则无以事性移情 淡薄是高峰 太苦 则无忌人立誓 处心不可折 折则偏 做事不可静 静则穷 做人要脱俗 不可绞俗 处事要随时 不可屈时 为数可以成德 为减可以仰齿 放低标准以恒人 退步思量以自卫 乃行数行简之要则也 恩重难仇 明高难称 受惠不可平 受则必仇 高明不可拘 敛之以实 不识心不成事 不虚心不知事 利害得失之慧 太分明 则起屈臂之力 不可因喜而轻诺 不可因怒而失言 不可成块多事 不可因倦而先忠 陈布雷在战争非常紧张之际 把这些心得和体会 任认真真摘录在日记中 作为座右铭 可见其做人之认真态度 陈布雷虽然对工作认真 全力以赴 对做人认真 自省自重 对其子女也很关切 如9月2日日记中继 六十萨芬起作家叔叔坚 并置戏连号 二女一儿 一寒 主令停学一年 以谢儿仍愿往诗执教 并旁听这大课程 而连更决心欲入学 浩则已应否入学 请示于母 其实 同济校舍已毁于炮火之下 即欲入学亦无法也 而女长大以后 即各有志愿 不能相强 然女儿单身在外 可能放心 故持书告知 恐已不及阻止耳 当时为了战事 陈布雷已送妻子回故乡 所以 九月十二日日记中继 皆与末九日所发函 之定于今日一夕乡 银兄等同去 其弟书先倾固 可依 于此时亦无能照顾已 又皆浩连各一函 旭皆四弟一函 四弟之镇尽名义 一书可喜也 四弟就是陈书亮 后随这大内迁 而且把这整图书抢就出去 这就是陈布雷所指镇尽名义 一书可喜也的地方 当然这一时期 日记中记载最多的 还是日记轰炸 和夜见委员长 为蒋介石写文告等事 差不多每天都有 10月7日日记记 五十道官邸委员长 对罗斯福掩次发表谈话 与夫人商卓改定之 10月8日日记 晨七十五十分 其以委员长电话招网 匆匆灌洗臂 即往夜交你双十节 讲眼词口收要点 主集日转你 七十四分 晚 委员长在电招 命修改讲眼稿 时时完毕 交善 十一时请 10月9日日记 晨七十起 七十四分网林园 以改正之讲眼稿面成合约 复制式修改数点 并倾加两段 主席回修正文字 即归办公室先善一份 宋礼司长易英文 再就中文稿详细着改之 十二时完毕 午餐后小睡 三时再协制林园 委员长再加入一段 并略谈国际形势 见次转变 应转发鼓励国人书 并告诸江世云 七十四分接电招网林园 八时委员长在官邸广播演讲 历十五分钟毕至十二时时请 一篇十五分钟的广播稿 改了两天 陈布雷变成一个机器人了 真是够辛苦 也够难写的 十月十二日日记中总算有了喜讯 云 今日上午 敌击两架 来亏四倍击落 人心称快 午后又大队来袭 十月二十六日日记 晨七十五时分起 为委员长你对巴黎日报书面谈话稿 分队内对外两项 十月二十七日日记已寄到 月报 知乎战更剧烈 我军不得不再后撤 眨北只好放弃 为之忧愤不至 十一月七日日记 敌军登陆金山位后 浦东我军行事即吃紧 十一月八日日记 陈巴时萨分起 委员长来电话索月 昨日对外报记者谈话原稿 网络加入董显光处密取 市董网林园孙宅 相遇于途同归 取得后成月 奉命再加一段 宋中央社发表之 遂至办公室和办文殿酒见 午后小睡起 君强来谈 三十网林园委员长命 你告上海同胞书 初用文言写就 委员长以为 白话叫易动人 遂归该你 辗转修改网复者四次 十定稿 九十时归于晚餐 夜寒慎 十一时请 到了十一月中旬 上海将陷落 蒋介石 已派人去奉化 十一月十四日 陈布雷日记中有记 庆祥来谈 你派人赴奉化取文件 著 蒋释迦浦 也 乃座一寒至千夫 将将家傲真摄存件 一并取出 送妥当地点保存 陈布雷也写信给陈千夫 把在家乡的文件转移 十一月十六日 陈布雷日记中继 昨晚接遇墨殿 昨以抵萧山 不知今日能成行否 时时到山中办公室 合办文殿十余见 当此公务孔总 指得将私事摆开已 十二时往访炉作福 拖在重庆秘乌 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知常新闻已到汉 又闻于之家人 明日亦可抵汉已 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 今日京市发警报三次 午后二时 敌机袭入惊空 头弹多枚 四十萨分 得汉口电话 支架人均安抵汉口 域名搞宅 又接四地自建得来书 沿图书馆千建得晕晕 半月来信念家人手足之心 今少为之稍未已 这时 日军已对南京外围形成包围 蒋介石准备迁到武汉 陈布雷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中 写得明明白白 秘书厅人员今晚离京 奉委员长之命 命于一先行 午后午时 于岳军在敬夜报告诸事 委员长仍催我等塑行 为此间已无药物 可到武汉待命 乃匆匆收拾行装 九十萨分夜委员长 欺然有感 急于泪下 十一时斜学宿 等到宁海路 约直挺同城普京岔轮西上 开船时已十二十萨分 自此于首都赞别矣 陈布雷是十一二十九日到汉口的 当天的日记记下 十二是底汉 明搞兄来营 到电话总局赞转 致雨莫等 是于京城赋渝 如于早到一日 尚可在汉乡物也 蒋介石也到了武汉 立即命陈布雷起草 南京撤手告国民书 在十二月十一日上庐山 十二月十三日 陈布雷在庐山上游 惦记着南京 他在日记中有记 于木影坛之南京战烈 我部队死伤惨重 恐退路将全被截断已 所以庐山景物优美 乃无心观赏也 十二月十四日日记 十二月十六日日记中记 九十萨分 渡江到武昌一域烟纸屏 十一时叶蒋先生 改定告国民书稿 并报告对时局意见 十二时在网页见 午后四时在叶蒋先生 他又忙碌起来了 第五十七节 在武汉 最高国防委员会 刚到汉口 陈布雷就接到蒋介石的电话 召他到古岭 起草告国民书 三天后回汉口 这时是从二处 移到武昌烟纸坪 既是办公的地方 也是陈的住所 只有两三个住手 包括膳血人员 既要文书 机构也够精干的了 陈德曼有一天 外交部次长徐莫埃报告 德国大使陈德曼 奉其政府训令 愿以双方传言人资格 斡旋中日和平 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况 要求见蒋介石 汪精卫一听 高兴地说 和平有一线希望已 但是参加国防会议的多数人认为 陈德曼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的手续 而未能看出 日方有祈求和平之争议 陈布雷对汪精卫切战之色颇为反感 这个善于反复 追求权位 出没政朝 玄境玄退 市集则出国 继平则复来的所谓政治家 在陈布雷心目中已产生了憎恶之感 陈布雷与张群商议 马上以长途电话与蒋介石联系 蒋介石已先得到这一消息 回答说 陶德曼来 一叙也可 由徐次长陪来 汪精卫更高兴了 说 蒋先生是明智的 与日战则亡 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 我们可以接洽 停战 和平 此四万万百姓之信念 陈布雷很少在公开场合 驳斥大人物的话 这次他却高声说 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有意 不能拒绝其好意 未可及视为接受可能 不久 陈布雷得西 日底所提为四个条件 一 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 及反满政策 与日本共同防供 二 必要地区 划不住防区 并成立特殊组织 三 中国与日 满成立经济合作 四 要有相当赔款 蒋介石的态度是 日方之条件 方氏苛刻至此 我国无从考虑 亦无从接受 可觉知不理 而我内部 亦不致引起纠纷 陈布雷也说 日本所提条件 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 当然无考虑余地 我国与其屈服而亡 不如战败而亡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拒绝了陶德曼的右翔 即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 并且提出双方召回大使 蒋介石对陈布雷说 我与余佑任 屈正等先生都交换过意见 以大难大劫所观 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 布雷先生 我要发表一个谈话 以严正立场昭告事件 蒋介石的谈话说 西者 宋人亡于外寇 乃由主和者日盛 主战者日衰之故 于之刻苦奋斗 不惜牺牲 是以生命报国 亦是亦使月五目未身之壮志 终得身于七百载之后 虽然 甘心为秦桧者 恐为亦完全断念 无意当努力图之 这话已经谈得很明白了 现代的秦桧指谁呢 蒋介石是1937年12月13日退出南京的 接着日寇 就侵占南京 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 死亡三十万 蒋介石到了汉口 向陈布雷清土中去 我撤离南京后 突进长沙 前一日 敌击大炸长沙车站 盖日寇 真知我将过长沙 日寇南京大屠杀 灭绝人性 玉碎公卿 激励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这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 暴日之处心积虑 势必飞往我国家不止 有敌无我 有我无敌 此其实也 陈布雷说 蒋先生 当813松户抗战后 你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 由中央军官学校住室 一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 日积深夜空袭 将附近一处花房移为平地 日寇必有奸细引导 暴日郁家亥先生 布雷甚为身忧 不妨是 不妨是 蒋介石说 自辛亥光复以来 我数度遭到奸危 但都安然度过 抗日大业 全赖先总理在天之灵 全体将士浴血奋战 陈布雷对抗战以来 全国民众将士同仇敌忾一致 抗日之英雄事迹 深为感动 他满含泪水说 蒋先生 抗战以来 我将士前仆后继 以血肉之躯 阻挡敌人坦克 悲壮激烈 可歌可泣 更有 谢靖元八百壮士 身陷重围 孤中可嘉 震惊中外 永垂国使 蒋介石 这是有点气氛地道 可是也有不顾民族大义者 如韩副举不这儿退 满载三卡车金银 珠宝 率兵擅自进战河南 去范绍增副军长密报 刘湘 韩副举联合反我 此种小人毛贼 可耻之至 这是真的吗 陈布雷对范绍增 这人印象不佳 南京大屠杀中 日军活埋中国平民他们之间往来密殿都有了 我派何应青把这密店拿给刘湘看 留住在汉口万国医院养病 吓死了 陈布雷道 蒋先生英明 抗战以来劳苦功高 蒋介石挥挥手说 布雷先生 三月底 在武昌洛家山武汉大学内 你召开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有一些文件 老你代为撰写 1938年3月29日 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蒋介石被推为总裁 汪精卫复之 汪精卫很不高兴 在极西演说中 满脸尴尬之情态 陈布雷看在眼里 想在心底 这个政治商人 大概又要玩什么花样了 代表大会通过了 抗战建国纲领 此文件的初稿你初后 金陈布雷 张群 陶熙盛 陈公伯 王世杰等研究修改 然后提出 代表大会的宣言 由汪精卫起草 蒋介石皱皱眉头 说 予以轻重未尽当 代季陶说 毫无足取 代表大会 还决议 设国民参政会 蒋介石不久 又筹划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说 我们的党要有新鲜血液 要培养革命活力 才能完成抗战建国任务 陈布雷认为 蒋介石这一时期 精力特别旺盛 举措也深得民心 他问道 蒋先生 国民参政 不分各党的派 敢问 你对党派问题的看法 是一个政党 还是各党各派参政 蒋介石也讲到 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 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那时候 持有拼民族的姓名 求最后的胜利 继右宣称 如果战端一开 那就是 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 皆有首土抗战之责任 这次谈话 于十九日已 最后关头 为替公开发表 为国内外舆论所重视 蒋介石讲完话 便回南京去了 陈布雷留在庐山 第二期谈话 会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开幕的 陈布雷再也待不住了 带着王允墨回到南京 陈布雷对王允墨说 战事将不可避免 你还是回乡下去吧 我可以追随蒋公专心办公 八月初 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告官兵书六七件 陈布雷深觉脑力不济 特别是写 告空军将士书 虽然只有两千余语 竟花了十六个小时才写成 他自知战争既起 绝难胜此重任 乃上乘起辞 蒋介石留志不报 陈布雷再上书 请辞明义 仍留共笔杂之意 蒋介石说 布雷先生 你身体不好 我知道 这样吧 我叫周佛海来任副主任 做你的助手 把李维果 也调入侍从十二处 军委会在扩大编制 设秘书厅 张岳君任秘书长 你任副秘书长 把陈之亭也调来 令设第一至第六部 分掌军令 军政 经济 政略 宣传 祖训等事宜 接着是813松户抗战 815日基首次袭京 侍从市二处搬至山西路民房 后来干脆搬至富贵山 陈布雷每日上午到处办公 午餐即在办公处时之 下午四时才回家 中央政治会议暂停 改为国防最高会议 每星期开两次会 陈布雷被蒋介石指定参加 8月15日 狄基首次袭南京 侍从市第二处出签山西路令民房办公 后一种种不变 签至富贵山 陈布雷每日上午至处 下午四时回遇 午餐即在办公处时之 不常回遇 中央政治会议暂停 改为国防最高会议 党政各部军参加 每星期开会两次 陈布雷被指定参加 9月 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月3日 蒋介石发表谈话 望其遵从三民主义 信守诺言 一致为抗战而努力 陈布雷说 此一谈话稿于发表之前 宋汪 精卫 带 祭陶 于 幼任 居 正 孔 祥西 共阅之 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之目的 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总理曾说明 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 其希望全国国民 一致为挽救国家威王而奋斗 不幸十年以来 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 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 对于民族危机 亦无深刻之认识 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 遭受不少之阻碍 国力故应之消耗 人民亦饱受牺牲 罪令外武日深 国家亦驱危殆 此数年间 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 共赴国难相号召 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 一军以民族利益为重 放弃意见 而共趋于一致 族政国民今日 皆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 王则俱王之意义 贤任整个民族之利害 中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 利害之上也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 即为民族意识 战胜一切之力政 宣言中所举诸相 如放弃暴动政策 与赤化运动 取消苏区与红军 皆为集中力量 救亡欲武之必要条件 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 及决议案相合 而其宣称 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更足证明 中国今日 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予以为无人革命 所争者 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建 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 在存亡危机之秋 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而当时全国国民彻底更始 力图团结 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今日反味中国国民 但能信奉三民主义 而努力救国者 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 而闲使 有效忠国家之机会 对于任何派别 只要诚意救国 愿在国民革命抗敌欲武旗帜之下 共同奋斗者 政府无不开诚接纳 闲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 而一致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 即捐弃成建 确认国家独立统一 与民族利益之重要 无人为望其真诚一致 实践其宣言所举之朱点 更望其在欲武旧王统一指挥之下 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 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 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总之 中国立国原则 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 此为无可动摇无可一意者 中国民族 既以一致觉醒 绝对团结 自闭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 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 自卫自助 以抵抗暴敌 挽救威王 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战 亦为保持世界和平 与国际信义而奋斗 世界明达之事 必能深切了解之也 第55节 关于日本帝国之花 南造云子 谋刺蒋介石事件 与陈布雷在南京陷落之前 被称为日本帝国之花南造云子 就在南京进行了间谍活动 收买了行政院主任秘书黄俊 和黄之子黄胜 外交部副科长 窃取了机密情报 并遇谋刺蒋介石 为什么会牵涉到陈布雷 因为南京宪兵司令部侦察中发现 此情报来源于最高国防会议参加者 而陈布雷和黄俊 是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成员 被排查时 陈布雷是被排除在外的 因为他的为人亲政 与外界接触极少 而黄俊则生活腐化 与外界特别是日本人素有往来 所以锁定了黄俊 南造云子 是与川岛方子齐名的女间谍 所不同的是 川岛方子本是中国人 在日本养大 而南造云子则是日本人 1926年 南造云子17岁 即被派往大连从事间谍活动 1929年 即被帝国情报部门 从大连调到南京 化名廖雅全 以失学青年学生未掩护 混入国民党国防部招待所 汤山镇温泉招待所做招待员 以肉体和金钱将生活糜烂之黄俊 父子两人收买为其服务 南造云子第一件窃取的重要机密 是无松口炮台情报 炮卫设置 炮兵分布 机密地道 甚至七十座明暗保布置的重要军事机密 都被窃取 第二件重要机密情报救了在长江中的日军兵舰 1937年7月28日 日期四有误 因陈布雷参加重要会议日记中都有记载 日记中未载 蒋介石在中山陵笑炉 主持最高国防会议 陈布雷和黄俊参加了 会议中决定 再将因水域沉船 堵塞航道 再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 将长江航路载断 组长江上游日海军和商船逃出长江口 黄俊将这一绝密情报交给南造云子 南急速将情报交日本大使馆五官中村少将 由他直接密电告东京 8月6日 7日两天 日剑和日轮在江音要塞尚未封锁之前冲过 日本侨民也随传撤离 第三件急密情报 是蒋介石 遇成8月25日 英国大使许格森之小汽车赴上海视察上海战士 因为当时日本屡预谋刺蒋介石 蒋介石之行踪被密切关注 而英国还与日本有外交关系 许格森大使是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穿越的 英国大使汽车有英国旗号标志 日机是不会轰炸的 可是这一消息也被黄俊告诉给南造云子 而8月26日 蒋介石有失未去 许格森的汽车至嘉定地区沪宁路上遭到日机轮番追击 汽车被打翻 许格森大使受重伤 干部重担 事件发生后 举世哗然 陈布雷在8月27日日记中有记 十一时萨芬到林园叶委员长 承命拟致许格森大使慰问函 以许大使在金户道上被日机诈伤甚重也 连续几次最高军事会议泄密 蒋介石意识到 由日本间谍打入了中枢部门 密令南京宪兵司令古正伦秘密调查内部 排查分析 陈布雷无此可能 而锁定了黄俊 古正伦又策反了黄俊家的女佣莲花 令她监视黄的行动 使之黄俊司机从中传递情报 于是特工监视了黄的司机 并且获得了日本大使馆给黄俊的指令 古正伦得报告 立即报告蒋介石 蒋集下令秘密逮捕黄俊一伙间谍 审讯中 黄俊对其罪行供认不讳 经军事法庭审判 以卖国罪 判处黄俊父子死刑 公开处决 判处南造云子无期徒刑等 几个月后 日军进攻南京 南造云子又以肉体征服看守 逃出监狱 日军侵占南京后 南造云子又收买国民党中统派往南京的特务 1942年4月 军统特工潜入南京 当南造云子驾车外出时 三名军统特工三枪齐发 江南打死 南当时是33岁 陈布雷日记中 对此经过 当然是知道的 但在日记中并未详载 可能这也涉及机密 况与其本人无关 这里插序一截 已表示 日本早有侵略之野心和计划 国民党方面 还是有原则的 卖国者言成 对日本间谍也必欲除之 第56节 南京撤出前陈布雷的优分 47岁的陈布雷陈布雷 在1937年下半年 于南京撤离之前 主要还是关于抗战事 为蒋介石草拟文告 他也密切关注国际动向 如1937年8月31日日记中继 月报之中疏忽不侵犯 约已于昨日正式公布 特别令人奇怪的他 还很注意自己的修养 如8月31日日记后摘录至新之药 去思心而后可以治公事 平几件后可以听人言 胸中摆脱一练字便十分爽静 十分自在 念头昏散时要之提醒 念头吃紧时要之放下 久世则熟字不识 住世则静物皆动 乃知蓄仪者乱真知 过思者迷正律 先是徘徊 后是傲恨约淫思 游心千里 其律百端约福思 事无可疑 当断不断约火 思事不及 以为他人忧疾妄礼 无可奈何 当罢不罢约图思 日用职业本分功夫 朝为木图 妻无沾废 约本思 居心不敬 动辄疑人 人自无心 我图烦扰 身有定业 日有定悟 目则记今日之所行 思则记今日之所逝 树心有着着落 以往是不追思 未来是不影响 现在是物流念 是为这儿 多方逆意则神伤 是以过多方懊恼则气伤 求贼神器 莫此为甚 改过之人 如天气心情一般 自家故事然 人见之意 分外可喜 六月一日又路 寡思律 已养神 静言于 已养气 便不如那 茶不如桌 洞不如镜 忙不如闲 分扰故逆智之场 而枯记亦搞心之地 若枯记其行分扰其内 非病则狂 甚待甚矣 幽情是美德 太苦 则无以事性宜情 淡薄是高峰 太枯 则无忌人力士 处心不可折 折则偏 做事不可静 静则穷 做人要脱俗 不可较俗 处事要随时 不可屈时 为数可以成德 为减可以仰齿 放低标准以恒人 退步思量以自卫 乃行数行减之要择也 恩重难愁 明高难称 受惠不可平 受则必愁 高明不可拘 脸之以识 不识心不成事 不虚心不知事 厉害得失之慧 太分明 则起屈臂之力 不可因喜而轻诺 不可因怒而失言 不可成块多事 不可因倦而先忠 陈布雷在战争非常紧张之际 把这些心得和体会 任认真真摘录在日记中 作为座右鸣 可见其做人之认真态度 陈布雷虽然对工作认真 全力以赴 对做人认真 自省自重 对其子女也很关切 如9月2日日记中继 六十萨芬起作家书述间 并致系联浩 二女一儿 一寒 主令停学一年 以谢儿仍愿往诗执教 并旁听这大课程 而连更决心欲入学 浩则已应否入学 请示于母 其实 同济校舍已毁于炮火之下 急欲入学亦无法也 而女长大以后 即各有志愿 不能相强 然女儿单身在外 可能放心 故持书告知 恐已不及阻止耳 当时为了战事 陈布雷已送妻子回故乡 所以 九月十二日日记中继 皆与末九日所发函 知定于今日一夕乡 银兄等同去 其弟书先倾固 可依 于此时亦无能照顾已 又皆浩连各亦寒 旭皆四弟亦寒 四弟之镇尽名义 一书可喜也 四弟就是陈书亮 后随这大内迁 而且把这整图书抢就出去 这就是陈布雷所指 镇尽名义 一书可喜也的地方 当然这一时期 日记中记载最多的 还是日记轰炸和夜见委员长 为蒋介石写文告等事 差不多每天都有 十月七日日记记 五十道官邸委员长 对罗斯福掩次发表谈话 与夫人商卓改定之 十月八日日记 晨七十五十分 其以委员长电话招网 匆匆灌洗臂 即往夜教你双十节 讲演此口收要点 主集日转你 七十三分 晚 委员长在电招 命休改讲言稿 十时完毕 交善 十一时请 十月九日日记 晨七十起 七十萨分网林园 以改正之讲演稿面成合月 复制式修改数点 并倾加两段 主席回修正文字 即归办公室 先善一份 宋李司长一英文 再就中文稿详细着改之 十二时完毕 午餐后小睡 三时再协制林园 委员长再加入一段 并略谈国际形势 见次转变 应转发鼓励国人书 并告诸江世云七十萨分接电招网林园 八十委员长在官邸广播演讲 历十五分钟毕 至十二时时请 一篇十五分钟的广播稿 改了两天 陈布雷变成一个机器人了 真是够辛苦 也够难写的 十月十二日日记中总算有了喜讯 云 今日上午 敌击两架 来窥死被击落 人心称快 午后又大队来袭 十月二十六日日记 晨七十五时分起 魏委员长已对巴黎日报书面谈话稿 分队内对外两项 十月二十七日日记已记到 月报 支护战更剧烈 我军不得不再后撤 闸北只好放弃 未知忧愤不至 十一月七日日记 敌军登陆金山位后 浦东我军行事 及吃紧 十一月八日日记 晨八十三分起 委员长来电话锁月 昨日对外报记者谈话原稿 网络加入董显光处密取 市董网林园孙宅 追踪网寻 相遇与途同归 取得后成月 奉命再加一段 送中央社发表之 岁至办公室和办文殿酒见 午后小睡起 军强来谈 三十网林园委员长命 你告上海同胞书 初用文言写就 委员长以为 白话叫易动人 遂归该你 辗转修改网复者四次 史定稿 九十史归于晚餐 夜寒慎 十一时请 到了十一月中旬 上海将陷落 蒋介石 你派人去奉话 十一月十四日 陈布雷日记中有记 庆祥来谈 你派人付奉话取文件 著 蒋世家谱 也 乃座一寒至千夫 将将家傲真摄存件 一并取出 送妥当地点保存 陈布雷也写信给陈千夫 把在家乡的文件转移 十一月十六日 陈布雷日记中继 昨晚接遇墨店 昨以抵萧山 不知今日能成行否 时时到山中办公室 合办文殿十余见 当此公务孔总 指得将私事摆开以 十二时往访炉作福 拖在重庆密屋 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知常新闻已到汉 又闻于之家人 明日亦可抵汉矣 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 今日京市发警报三次 午后二时 狄基袭入京空 头弹多枚 四十萨分 得汉口电话 之家人均安抵汉口 域名稿宅 又接四地自建得来书 沿图书馆千建得晕晕 半月来信念家人手足之心 今稍微之稍微矣 这时 日军已对南京外围形成包围 蒋介石准备迁到武汉 陈布雷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中 写得明明白白 秘书厅人员今晚离京 奉委员长之命 命于一先行 午后五时 于越军在敬夜报告诸事 委员长仍催我等塑行 为此间已无药物 可到武汉待命 乃匆匆收拾行装 九十萨芬叶委员长 欺然有感 急于泪下 十一时斜学宿 等到宁海路约直挺同城普京岔轮西上 开船时已十二十萨芬 自此于首都赞别矣 陈布雷是十一二十九日到汉口的 当天的日记记下 十二十抵汉 明稿兄来营 到电话总局赞转 致雨莫等 事于京城赋予 如雨早到一日 尚可在汉乡雾也 蒋介石也到了武汉 立即命陈布雷起草 南京撤手告国民书 在十二月十一日上庐山 十二月十三日 陈布雷在庐山上游 惦记着南京 他在日记中有记 与木影坛之南京战列 我部队死伤惨重 恐退路将全被截断已 所以庐山景物优美 乃无心观赏也 十二月十四日日记 十二月十六日日记中继 九十萨分 渡江到武昌一域烟纸屏 十一时叶蒋先生 改定告国民书稿 并报告对时局意见 十二时在网页见 午后四时在叶蒋先生 他又忙碌起来了 第五十七节 在武汉 最高国防委员会 刚到汉口 陈布雷就接到蒋介石的电话 找他到古岭 起草告国民书 三天后回汉口 这时是从二处一到武昌烟纸屏 既是办公的地方 也是臣的住所 只有两三个住手 包括善写人员 基要文书 机构也够精干的了 陶德曼有一天 外交部次长徐莫来报告 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训令 愿以双方传言人资格 卧旋中日和平 并转述 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况 要求见蒋介石 汪精卫一听 高兴的说 和平有一线希望已 但是参加国防会议的多数人认为 陶德曼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的手续 而未能看出 日方有祈求和平之争议 陈布雷对汪精卫切战之色颇为反感 这个善于反复 追求权位 出没政朝 玄境玄退 市集则出国 继平则复来的所谓政治家 在陈布雷心目中已产生了憎恶之感 陈布雷与张群商议 马上以长途电话与蒋介石联系 蒋介石已先得到这一消息 回答说 陶德曼来 一叙也可 由徐次长陪来 汪精卫更高兴了 说 蒋先生是明智的 与日战则亡 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 我们可以接洽 停战 和平 此四万万百姓之信念 陈布雷很少在公开场合 驳斥大人物的话 这次他却高声说 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有益 不能拒绝其好意 未可及视为接受可能 不久 陈布雷德西 日底所提为四个条件 一 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及反满政策 与日本共同防供 二 必要地区 划不住防区 并成立特殊组织 三 中国与日 满成立经济合作 四 要有相当赔款 蒋介石的态度是 日方之条件 方氏苛刻至此 我国无从考虑 亦无从接受 可觉知不理 而我内部 亦不致引起纠纷 陈布雷也说 日本所提条件 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 当然无考虑余地 我国与其屈服而亡 不如战败而亡 日本政府 见蒋介石拒绝了陶德曼的右翔 即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 并且提出双方召回大使 蒋介石对陈布雷说 我与余佑任 居正等先生 都交换过意见 以大难大劫所观 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 布雷先生 我要发表一个谈话 以严正立场 昭告事件 蒋介石的谈话说 西者 宋人亡于外寇 乃有主合者日盛 主战者日衰之故 于之刻苦奋斗 不惜牺牲 是以生命报国 亦是亦使月五目未身之壮志 终得身于七百载之后 虽然 甘心为秦桧者 恐为亦完全断念 无意当努力图之 这话已经谈得很明白了 现代的秦桧指谁呢 蒋介石是1937年12月13日退出南京的 接着日寇就侵占南京 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 死亡三十万 蒋介石到了汉口 向陈布雷清土中去 我撤离南京后 突进长沙 前一日 敌击大炸长沙车站 盖日寇 真知我将过长沙 日寇南京大屠杀 灭绝人性 玉碎公卿 激励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这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 暴日之处心积虑 势必飞往我国家不止 有敌无我 有我无敌 此其时也 陈布雷说 蒋先生 当八一三松户抗战后 你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 由中央军官学校住室 一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 日积深夜空袭 将附近一处花房移为平地 日寇必有奸细引导 暴日郁家亥先生 布雷甚为身忧 不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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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说 自辛亥光复以来 我数度遭到奸危 但都安然度过 抗日大业 全赖先总理在天之灵 全体将士浴血奋战 陈布雷对抗战以来 全国民众将士同仇敌忾一致 抗日之英雄事迹 深为感动 他满含泪水说 蒋先生 抗战以来 我将士前仆后继 以血肉之躯 阻挡敌人坦克 悲壮激烈 可歌可泣 更有 谢靖元八百壮士 身陷重围 孤中可嘉 震惊中外 永垂国使 蒋介石 这是有点气氛地道 可是也有不顾民族大义者 如韩富举不这儿退 满载三卡车经营 珠宝 率兵擅自进战河南 据范少曾副军长密报 刘香 韩富举联合反我 此种小人毛贼 可耻之至 这是真的吗 陈布雷对范少曾 这人印象不佳 南京大屠杀中 日军活埋中国平民他们之间 往来密店都有了 我派何应青 把这密店拿给刘香看 留住在汉口万国医院养病 吓死了 陈布雷道 蒋先生英明 抗战以来劳苦功高 蒋介石挥挥手说 布雷先生 三月底 在武昌洛家山武汉大学内 你召开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有一些文件 老你代为撰写 1938年3月29日 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蒋介石被推为总裁 汪精卫复之 汪精卫很不高兴 在极西演说中 满脸尴尬之情态 陈布雷看在眼里 想在心底 这个政治商人 大概又要玩什么花样了 代表大会通过了 抗战建国纲领 此文件的初稿你出后 京城布雷 张群 陶熙盛 陈公伯 王世杰等研究修改 然后提出 代表大会的宣言 由汪精卫起草 蒋介石皱皱眉头 说 予亦轻重未尽当 代季陶说 毫无足取 代表大会 还决议 设国民参政会 蒋介石不久 又筹划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说 我们的党要有新鲜血液 要培养革命活力 才能完成抗战建国任务 陈布雷认为 蒋介石这一时期 精力特别旺盛 举措也深得民心 他问道 蒋先生 国民参政 不分各党的派 敢问 你对党派问题的看法 是一个政党 还是各党各派参政 完成了 亿党 不分别 没有费养